第二三体我们在甲纸板上撒上铁粉形状如幼图请问可以推论出什么结论 我们晓得我们的磁场也是磁力会吸引铁粉 铁粉如果越密集就代表磁力会越强 所以阿玉说越靠近导圈的地方 铁粉越密集代表磁力越强是对的 那我们晓得我们的磁场也就是所谓的磁力线 磁力线的分布就代表磁场的分布 它就会吸引我们的铁粉 因此铁粉分布的情况就可以表达磁场 也就是磁力线的分布情况 所以小鱼说从铁粉分布情况 可以了解磁力线的分布情况也是对的 这也是我们上课做实验的产生的结果 那么小鱼说铁粉无法显示磁场方向 磁针才可以指出磁场方向 这个也是对的 因为所谓的磁场方向就是N级的受力方向 就是N级指示的方向 可是我们的铁粉看不出N级 所以我们不晓得N级指向何方 也就是不知道磁场的方向是如何 所以三个人的说法都是对的 因此第二十三题问我们说 请问可以推论出什么结论 我们答案选择是C 三人都正确